我常常會飛出去 我講的是真的 就是我 那個你說夢境可是很真實 然後我真的就像Yuki講的 我真的常常 你被人飛出去 可是我跟你講 曾大哥 我真的幾度 我都怕我飛不回來 我都在什麼時候 就是說我工作很忙很忙 然後熬夜熬到大概 天空要犯著餘肚白的時候 我會疲了 然後躺起來 差不多一時 差不多五分鐘 十分鐘 我就飛出去 然後飛出去那個感覺 那個風速感 然後當時的那個溫度的感受 然後包括你看到的天色 然後街上的街景 真的非常非常的清楚 好不容易睡著了 竟然看到我自己 我自己看到 我自己躺在那邊睡覺 對對對 我自己看到 我自己躺在那邊 那就靈魂出竅了 對對對 我就車禍那個 我就想到一個 國外的醫生在講 因為那個國外醫生在說 他其實就專門研究這些冰死經歷 然後他就會訪問很多有這樣經驗的人 其中有一個年輕人 他就說啊 他那個時候很妙 他說其實剛開始研究這個時候 自己都覺得自己是醫生 這麼科學的人 真的要相信這些事情嗎 可是慢慢慢慢累積很多例子 讓他覺得說 或許有一些事情是我們還不知道的 其中這個年輕人的例子 跟鄭大哥那個 那個你的朋友有點像 一呢 他就是年輕人 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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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年輕人在發生車禍的時候啊 當下呢 他也是靈魂被彈出來 那你知道我們所有人啊 前面車禍後面會怎麼樣 塞車對不對 然後塞了一大堆車子之後 他就說 他當時除了看到自己在那邊 躺在那邊 後面塞了一段車之後 再等那個救護車來嘛 那有些人會圍觀嘛 可是他的飄遠之後他就看到啊 就很像大家以前看那個 第六感 靈異第六感一樣 他就會開始看著 後面這一排的車子 他就發現 齁 真的很糟糕 為什麼 多數人在想說 上班時間發生什麼車禍 我知道來不及 都是很多在 美頌在罵對不對 唯獨他看到啊 其中有一輛車子 舊舊的車子 裡面有一對老夫妻 可能探出頭出來看之後 發現前面好像車禍 唯一是那一對老夫妻 在幫他祈禱說 希望前面真的沒有事 希望他可以什麼 他當他飄出來的時候 他就發現 這只有這一對人啊 在幫他說這些話 所以後來他靈魂回去之後啊 他就一直把這件事情 記在心裡 當他醒過來之後 他就真的順著當時 他看到那輛車的車號 還有那一對老夫妻的樣子 開始去尋找這一對老夫妻 真的 對 後來真的還找到這一對夫妻 然後他就跟他講 他們就不肯自信 他真的當時他們真的是 沒有在詛咒說 怎麼我都要塞車來不及 還發現車禍是怎樣 是真的在祈禱 那老夫妻是有祈禱說 希望他沒事 對 然後我才能夠趕快過去 沒有啦 就是他們就是那種 很善心的人 就是說他真的希望沒有事情 沒想到這個事情描述 他真的找到了這一對老夫妻 真的當下煩惱 因為老夫妻一定覺得 怎麼可能 那當時就會發現車禍 那你怎麼知道 我們做這件事情 就是說他在調查這件事情 就發現真的很奇妙 就是很奇妙啊 你看政大哥剛剛那個長輩 是有人叫他說 對 阿伯阿伯 你有怎麼樣嗎 我對你是神奇神奇 你怎麼倒下去 他才是被拉回來說 不然整個要飄走了 真的 所以這拉的力量很重要 所以有時候靈魂出向 我們大半都想說 他應該就是在當下 那個區域那個範圍而已 可是我聽過一個媒體的 媒體的那個前輩 他說他是因為 他那時候因為都是晚班 下班回去很晚 然後睡覺睡一睡的時候 突然中風 那他就是謹慎一絲絲的力氣的時候 趕快趴到那個房間的門口 讓他們的家人發現到他 送他去醫院急救 那他在急救的時候 他真的就是靈魂出竅 那通常我們看到靈魂出竅的人 他們的形容都是 看到自己躺在那個治療台上面 然後大家在搶救 他不是 他是整個已經飛出去外面 然後台北市繞了一大圈 他說他的靈魂在台北市 晃了一大圈 然後覺得很舒服 可是因為這個媒體的前輩 他自己本身 他也是那種比較特殊的體質 他突然想到說 不對 我這樣晃久了 我就回不去了 所以他一直跟自己講說 不行 我要趕快回到我的身體 所以他最後才又飛 飛回去醫院 然後進到他的身體裡面 然後有被救活這樣 我在台灣 我曾經想要去住一個 比較覺得很舒服的地方 我台灣繞了兩圈 一圈剛好一千一百公里 你們問他他這樣子 台北市這樣繞一圈多久 而且他是用飛的 可是我不是不舒服 或者是什麼冰死 或者出了什麼意外 我常常會飛出去 我講的是真的 就是我 那個你說夢境可是很真實 然後我真的就像Yuki講的 我真的常常 我真的幾度我都怕我飛不回來 我都在什麼時候 就是說我工作很忙很忙 然後熬夜熬到大概天空要犯著魚肚白的時候 我像我疲了 如果躺起來 差不多一時 差不多五分鐘 十分鐘 我就飛出去 然後飛出去那個感覺 那個風速 那個風速感 然後當時的那個溫度的感受 然後包括你看到的天色 然後街上的街景 真的非常非常的清楚 然後大概我第一次飛出去的時候 是因為我有轉鬧鐘 因為那時候其實要截稿 要上班 有截稿的這個時間的壓力 所以我就被鬧鐘叫醒 就是回來這樣 我跟你講真的很誇張 我那時候真的真心覺得 我飛出去就是Yuki講 我繞了一圈 然後我真的不相信 我那時候第一件事情 我衝到窗戶外面 我去看那時候的溫度的感受 然後那個天色 我跟你講真的一模一樣 然後後來幾次之後 之後 但最近也有 就是說我只要太累 我就整個就飛出去 你要想我姐的是不是 我現在覺得很有趣 就是怪不得我們急救病人的時候 要叫做叫CAB 第一件事要先趕快拍 然後第二件事 趕快去叫旁邊的人來幫忙救援 怪不得要先拍他 我覺得大家講那麼多 就是聽起來很像是嗎 可是那個飛出去的感覺 那個有速度感的 很真 很真 不是做夢 一直到我二十幾歲 做房地產的時候 因為像鄭大哥講的 有時候壓力很大 然後那時候就是 出入的金額很大 然後又希望有一個好的業績這樣子 所以又工作量大 也是有一次就很危險 我沒有辦法起床 然後我就聽到 我剛剛為什麼會說 我聽到那個心臟跳的聲音 就是那一次 我那個心臟這樣 砰砰砰砰 我自己都聽到 然後好像在震動 然後我完全 眼睛沒有辦法睜開 我整個很缺氧 我一直想煩胃想吐 然後家裡都沒人 還好那時候有行動電話 你知道嗎 我就聽到樓下 有人開門 聽到我弟弟的聲音 我就打電話給他 我說你趕快到我的房間 來看我 然後他來的時候 我試圖要把眼睛打開 可是沒有辦法 眼睛一打開我就是 整個快要窒息了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好像要窒息這樣 結果他就趕快 幫我叫救護車 送醫院 那送醫院的時候 我的感覺就是 到醫院急診室 我已經開始覺得 我的手指的尾端 跟腳趾的尾端 開始麻 而且那個速度很快 我就跟醫師說 醫師我怎麼覺得 我的手麻腳麻 往心這邊跑了 這樣子 那醫生就說 請護士趕快準備一個塑膠袋 他說你先不要緊張 你要調整你的呼吸 那他就拿了一個塑膠袋 套在我的嘴巴 那一邊有打點滴 我不知道他打什麼 然後他就說 小姐你聽我的指令 我叫你吐氣 你就吐氣 吸氣 你就吸氣 就這樣醫生幫我做了 差不多15分鐘之久 然後我才慢慢的 沒有聽到我的心臟 砰砰砰砰 這樣子 慢慢15分鐘下來 我才慢慢的心臟比較恢復 那一次我住院 就是休養 大概快一個月 這麼久 因為一旦發作起來 我走路腳 比如說從這邊到攝影師那邊 我可能要走五分鐘 我的腳 兩隻腳是在抖的 然後很沒有體力這樣子 很虛弱 而且年輕人 二十幾歲而已 對 就是那個心臟引起的 那時候都不知道 一直到三十幾歲的時候 有一次更嚴重 我就是服務客人太多了 然後就是發作了 那我都是通常心臟痛 那時候都是 凌晨大概五點 我就心臟痛到醒來 然後那個背後的鼓梆 他又聽了我知道 慘了 我的心臟又發作了 那時候好不容易 都睡不著 痛到都無法睡 好不容易睡著了 竟然看到 我自己 我自己看到 我自己躺在那邊睡覺 對對對 我自己看到 我自己躺在那邊 那就靈魂出竅了 對對對 然後我又看到 我自己在那邊 很憔悴很醜 我就想說不行 我怎麼變那麼醜 我一定要去 我趕快回來化妝 我要趕快檢查出 我到底是什麼毛病 結果我去醫院檢查 然後醫生就叫我 背那個心電圖 你知道 背二十四小時 叫我帶回家 結果再去 他說沒有啊 小姐你的心電圖 正常 正常啊 你是最近有失戀 醫生開始這樣問我 你最近有失戀嗎 還是你做什麼 人才兩師 壓力很大 我說沒有啊 我都很好 然後那時候工作 也做得滿順的 只是有一點疲憊 然後他就說 那你是不是有心病啊 你不是心臟病 我說哪有心病 我是心臟很痛 不是心病 對 然後一直到 我後來到正心醫院 碰到一個醫師 他幫我做心電圖 跟超音波 然後他還確確說 小姐你有比較嚴重的 二肩半膜吐垂 對 然後他就說 你不能生氣 糾結 比如說 跟男朋友吵架 他就說 你就不要生悶氣 你寧願大聲 跟他唸一唸 罵一罵 你就不要 你就很容易胸悶胸痛這樣子 對 到那時候我才知道 有一個叫 二肩半膜吐垂的狀況 我們要相信 這個靈魂是不昧的 我媽媽要往生前 我妹妹到 到這個市通市場 要回來 路上有一隻白狗 就跟著他 跟著他很怕 他怕狗 他開始跑 開始跑到跌倒 那狗還是跟著他 跟著他 就到我姐姐的天母 我媽住他那裡 那已經 那個白狗就在外面 他也不進來 你拿東西給他吃 他也不吃 拿水給他喝 他喝 可是大樓管理員 看到他 因為他會叫別人 就是我們家進出 他不會叫 樓上樓下的進出 陌生的 他會叫 所以管理員就K他 K他呢 他K完了 他又跑回來 這樣搞了三天 我心裡想說 你要嘛就給我養 我就拿東西 你也不吃 那怎麼辦 那我就把那個 把他送到這個 宋山這個菜市場去 因為你也不知道 誰家的狗 結果我送到 宋山的時候 那一隻狗呢 就沒有守門口 我姐姐就打電話給我 說媽媽不行了 那媽媽要求 我要回郊西 回去宜蘭 那當天我就載著他回去 回去呢 那個北宜的裡面有大霧 那個龍霧 警車在前面開 你知道嗎 開到我們家在 為什麼會有警車 龍霧 他會要你開不動了 你前面要有導引 所以他那個那個新店 那個交通隊就趕快 就是沿著路在我的前面 你看不到那個霧很濃到你燈怎麼打都沒有用 那後來到了家 我媽媽呢 就往生了 我第一次看到靈魂 就是我第一次看到靈魂 就是我媽媽要走的時候 那個從天花板 大概是這麼一尺二左右 像澆水這樣就從 然後你人呢 好像被電到 就是人的 然後變成你眼睛看到的光線 變更亮 然後這個時候晚上三點多 怎麼剛好聽到有人在煉精 那好了 他就往生了嘛 往生了 接下來 我妹妹很小 她呢 每天去跪在 就是坐在我妹妹的床旁邊 媽媽 媽媽 每天 連續坐了六天 可是我妹妹因為也不敢講 到第六天 她已經嚇到 小孩嘛 嚇到那個臉有點 那個 會怕 會暈 我問她怎麼了 她說 媽媽每天晚上都來 來看我睡覺 我根本睡不著 這樣子 然後到第七天 坐去嘛 可能是不放心 對 因為她很小 所以 我後來我就跟媽媽講說 那個 那個小妹 我會照顧她 你就放心了走 再也沒來了 喔 不放心了 那所以我們講說這是靈魂是 其實是不昧的 現在當然很多科學也這樣證明 因為我家就在附近 那所以 會經過醫院 一早四點半就是 我正好是來這個地方上班 就我們攝影棚的這個位置 這棟大樓上班 大概一早四點鐘呢 連續好幾天都看到一個 老人家穿著那個病房的衣服 然後她就一直手握著那個 點滴的那個架子 就一直看著我 早上四點半 你就看到說 看一次兩次還好 但是每一天都這麼看 看到一個禮拜之後我受不了 我覺得 你為什麼一直盯著我看呢 後來我就走過去 一走過去我想完蛋了 下半身看不到 我想完了 她知道了 我說好吧 那過去吧 老先生你為什麼一直看著我 她就哭了 一直哭一直哭 哭到最後結果 再跟我講說 我有事情要拜託你 我說為什麼要拜託我呢 你看得出 我不認識你 你怎麼會知道說她在找我 她說她事先打聽過了 她說呢 我就住在這個醫院的旁邊的公寓 那麼我呢 在這個醫院旁邊 這條巷子呢 有一個化為人行道的一個地方 但是這個人行道上 每天都被看診的這些家屬的車子 全部都是違規停車 所以呢 她每天出來 因為她那個時候就好開刀 心臟也開刀 醫生跟她講說 你要每天這樣慢慢走啊 去公園散步啊 運動一下 所以呢 她就只好看 哇 人行道被占了 我只好走快車道 走一走 走走快車道 後面的車子就 啪 好大聲 她嚇到了 剩下了 然後呢 好 OK 車子呼嘯了過之後 她慢慢的到了樹下休息一下 但是沒有想到 就突然間就心肌梗塞 然後就這樣子過世了 她告訴我說 我是不是可以拜託你幫我一個忙 你可不可以 因為我還有很多的 我一些老朋友 包括我老婆 現在都還在 每天都必須要經過這一條 人行道 到醫院來看診 這麼多家屬都把那個 車子都停在那個地方 我們沒辦法走 我們只要走快車道 經常會被扒 你可不可以幫我一個忙 請警察來取締 先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張先生特別有拍照過來 就是 還沒有改善之前 就是那個老先生被嚇壞了 就是這樣 對 她是在左邊的快車道 左邊快車道 就是說這裡寫 禁止停車加強脫掉 大家還是停 一夜了 對 沒有用了 因為醫院附近 大部分都會這樣 對 是 等一下你就會看到 另外一個照片 後來沒有辦法 我只好 我說我答應你 我答應你 這個事情我可以幫 小事 很快 應該沒有問題 我說好 我幫你把這個人行道還回來 但是問題是 從此之後 我大概花了兩年的時間 我當然我每天 遇到這種情形 我每天下班 大概下午的時候 看到我這麼多人在違規停車 我就打電話給1999 我去請警察來取締 可是一直都沒有效果 完全沒有效果 因為警察來之後 他們全部跑了 警察走又回來了 對 沒有用 是 雖然市政府也非常非常的善意 而且有禮貌的回合 我說我已經幫你處理了 沒有用 對 到最後結果 我寫信給市長信箱 也沒有用 你有努力 有努力 可是問題是 市長信箱會告訴你說 這個地方不適合 做一個區隔 為什麼 有愛觀戰 因為那個對市容來講 不好看 我說怎麼會不好看呢 這個做一個區隔 你可以把人車區隔 有什麼不好呢 但是市政府都這樣回應我 到最後結果 我現在受不了了 兩年之後 我覺得一點效果都沒有 我也請了媒體幫忙 幫我刊登 媒體也幫我刊登這個訊息 但是還是沒有用 最後結果我現在沒辦法 我想說完蛋了 這樣子 我沒有辦法能夠完成 這個老先生的付托 但是最後我想 好 沒關係 我就以我一個 做一個媒體工作者的立場 我是以新聞工作者的立場 我來批判這件事情 我就最後一次寫信給市長信箱 我告訴他們 你們難道沒有人才嗎 而且警察每天 我們的市政府 警察已經這麼樣的忙碌了 你還忍心這樣每天 這樣抽人力 來這邊取締嗎 這樣子是不是浪費人力呢 最後市長信箱給我一個訊息說 好 我們決定了 公務局會在哪一天 會做一個彈簧桿的那種隔間 把人車隔開 對 結果真的 真的做到了 花了兩年多 接近三年的時間 終於做到的時候 我好安慰 我想說這件事情完成了 那沒事了吧 對 三年耶 但是 老先生後來回來找我 然後呢 旁邊又多一位 他太太 剛過世 太太也走了 然後一起回來跟我講說 謝謝你 謝謝 就跟我說聲謝謝 我說 他意思是跟我講說 我就知道你 你一定會幫忙 你雖然沒有靈子 他一定會幫我的忙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我們只是做一個市民的義務 但是我也常被旁邊的人罵 那你雞婆嘛 對 可是好 OK 沒關係 他要走之前 再回來的意思就是 又讓你看到 再看我 跟我說聲謝謝 跟我說再見 然後我就說他們要一起找啦 要一起三天 可是最特別 為什麼他太太 可以找得到他先生啊 這個我就不知道耶 那這應該是生前感情不錯 一般來講就說 即便離婚後來也會在一起 沒有沒有 唉唷 這比 比鬼故事還恐怖啊 沒有沒有 其實這恐怖的故事就是這樣 我跟妳講 沒有啦 不要啦 不要啦 我跟妳講 沒有啦 我跟妳講 比鬼故事恐怖 對 恐怖 我跟妳講 我跟妳講 那是意識 意識如果他們想要在一起 會在一起 如果是一般人沒有特殊的做重大的 那個罪過的事業 沒有那麼重的業力是一般 他們的意識想要在一起是會在一起 有的一家人在地府還是在一起 對 那如果意識不想在一起的 不想在一起的不會在一起 因為很多人會去好奇就是說 為什麼會找翁老師 為什麼會找張老師 那有的會跑到觀音店 因為第四次空間的這個靈體 它是有這個通的 它是我們講的他心通 其實不是心啊 我們想的都不是心臟在想 都是腦在想 當然 我們腦的意思會有這個磁場 會有磁波出去 對 所以說 不是神在看 阿飄臨界的朋友 也都在看你做善做惡 你知道嗎 所以他們會 會就是說心通 會竹神通 他們的竹會通 會穿過這個次元空間 對 不過我認為 就是說感情不好的離婚 時候不會在一起 因為我剛剛自己腳被撞了一下 好痛 你看 你就是看老的 你那張照片就是後來改善的 來改善 很棒 說停滿了車子嘛 所以他們就被迫走快車道 結果就嚇死了嘛 對 這個老先生 那現在變這樣的 現在變這樣 哇 這個差太多了吧 不得了了吧 對 你看這樣變得多麼的安全 有安全感 然後 这个有爱观瞻吗 完全不 很漂亮 很漂亮啊 哪会 对啊 你要不要选市长 没有 而且像这个要努力三年 不容易 而且碰到老人家走路慢 不要 一声很大 他为什么会吓死 心脏的灵魂被逼出来 惊吓 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现在很多大车子的喇叭 都没有管制他的分贝数 我也觉得很奇怪 太大声了 对这我们新闻人 也觉得有点奇怪 为什么 靠腰有时候真的 要叫吃 对啊 所以会说 今天是要